中視新聞 我是王一仲 新聞開始 馬上為您帶來最新的消息 海巡署東部分署 在晚間金城奠擊的意外 有一名20歲的志願役男子 他在洗澡的時候 疑似遭到奠擊 當場失去了意識 救護車抵達現場的時候 男子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送往馬街醫院進行搶救 所幸到院搶救之後 已經恢復了呼吸心跳 詳細事故原因 仍然疑似的病毒 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